不完美才是生活的真相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经常会觉得 生活中处处充满遗憾不够完美 房子太小了不够住 家里离公司太远了 要是有一辆车就好了 孩子努力是挺努力的 可是为什么成绩总是提不上去呢 办公室里有个同事性格太奇怪了 很影响上班的心情 每天加班 为什么工资就是不见长呢 生活中这样好了 又想要那样也好 一旦有一方面不够完美 就不断地盯着它 陷入无尽的纠结 我们大多数人就像国学大师纪献林先生 在谈人生的时候写到的那样 每个人都想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 但是自古即今 海内国外 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 不完满才是人生 人生的下半场 你要原谅生活的不完美 降低对自己的期待 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夫人 经常觉得自己的生活很不幸 便去寺院求方丈指点 方丈 你总和我说要爱自己 可是我要怎么爱呢 方丈就问他 你厌恶自己什么 那夫人说道 我丑 我弱 我鱼 我吃 我一无是处 活着只是他人累赘 方丈指着门外说道 那请你出去和站在门口的那个小女孩说句话 你丑 你弱 你鱼 你吃 你一无是处 活着只是他人累赘 那夫人感觉这样做太残忍 不忍心的摇摇头 其实这么残忍的事情 你已经做了 见那夫人一脸疑惑 方丈意味深长的告诉他 你每天都在对自己做这件事啊 其实不止那位夫人 现实生活中 不也很多人在经常做着这样的事情吗 我们总是偷偷的 不自觉的讨厌着我们自己 认为自己这里也不好 那里也不完美 苛责自己 感到自卑不快乐 其实啊 没有人是完美的 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当中写道 每个人都会有缺陷 就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 有的人缺陷比较大 正是因为上帝特别喜欢他的芬芳 降低对自己的期待 不苛责自己 才能够感受到生活的趣味 第二呢 是降低对他人的期待 窦文涛在圆桌派上有一个观点我特别喜欢 他说 我现在觉得成熟 有一个就是你要接受生活的不完美 确实是这样 在咱们这个社会上 平衡是非常脆弱的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比方说之前窦文涛的母亲卧病在床 他呢 就想跟他的父亲请个护工 可是一连请了六七个 都让父亲给撵了出去 第一个保姆来了 他偷饺子 他给妈妈喂一个饺子之后 就给自己也喂一个 他父亲一看 气得把保姆赶走了 第二个嫌太贵 第三个又嫌气不干净 到最后一个感觉整体还挺不错的 又嫌弃每天不爱笑 后来就发现啊 很多工作的结合 真的不能太强求完美 他拿着这个钱 愿意干这个活 就说明刚好达到这个平衡 这个平衡是很脆弱的 一旦你去追求完美 对他人的期待太高 就会发现 这个世上太多的不如意不顺心 所以说 学会降低对他人的期待 不苛求他人 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 以上两个让你觉得 生活不幸福的主要来源 还是你自己 可生活中有很多的不如意 也是你无法自己控制的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十二个字 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勇敢地面对 已经发生的不幸 坦然接受不幸 摆正好心态积极处理不幸 最后呢 从内心放下不幸 很喜欢金钱的灵魂中 讲述的一个故事 Tracy本来呢 有很完美的一个家庭 有两个孩子和丈夫呢 也很恩爱 他本来以为 最幸福的生活就莫过于这样了 可突然 丈夫提出了离婚 他身无分文 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 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 Tracy的世界瞬间崩塌了 他瞬间感觉到 被深深地背叛了 时常抱怨这个世界 可是 抱怨是最不能解决问题的 他也逐渐意识到 再怎么责怪 抛弃他的丈夫 和无力支持他的家人 都无济于事 只能自立自强 想要治愈一道伤口 你只有勇敢地去除腐肉 撒上治疗创伤的药 才有可能好起来 Tracy开始重新融入集体的生活 跟朋友的家庭 一起合租了一套房子 努力发掘被掩埋了的特长 每天笔庚不措 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用一字一句挣来的稿费 让孩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一家人的生活 也重新回到了正轨 生活不从来都是这样吗 不可能永远有鲜花和掌声并存 往往也是泥沙俱下 不要去惧怕泥沙 更不要深陷泥潭 困难来了你就上 面对它 解决它 放下它 用自己的态度和努力 去果配得上自己的生活 我们以前总以为 幸福的生活就是想要的都拥有 后来渐渐长大 才发现真正的幸福 在于得不到的都释怀 人生万千事 得意识是少数 失意识是多数 如果我们什么都想得到 什么都追求一个实权实美 反而容易被心魔置顾 被无法满足的欲望裹挟 遇到苦难和不如意识 不逃避 不抱怨 改变能够改变的 接受不能够接受的 那么无论生活 有多少泥泞和坎坷 我们都能够获得 内心的安宁和平静 生活不够完美 又如何呢 万物皆有裂缝 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啊 阳光照亮我的房间 春天温暖我的脸 树叶它还藏在树 里面 我们都看不见 奶奶坐在院子中间 看着分笔的画面 白铃鸟尔龙中叫的欢 但我却不明白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